凯教练想请问 我目前是增肌期吃很多 但观察到增肌期同时 体脂肪也跟着上升 我是男生 目前约25% 我应该要等到 我今天不管你肌肉增加多少 25%的体脂肪 你是一个胖子 不好意思我讲话很直接 我不管你里面有多少的肌肉 你可以维持在 我们不要说12% 12%是有一点要求了 15%左右 你要可以掉10% 在15%你可以稳稳的增肌 你会好看 如果你的目标是要为了好看 OK 你不会因为吃到25%的体脂肪 你的肌肉长得比较快 可以维持在15到20之间 做同样强度的训练 补充同样足够的热量 跟你的蛋白质的摄取 你就可以增积 如果你还有增积的空间 所以你不要说 我现在该怎么办 先降回20% 但是不要很快的降 因为如果你急速的降 有可能会让你的力气跟体力变得不好 因为你会挨太多的饿 你只要一天造成两到三百卡的热量赤字 给自己三个月到四个月的时间 慢慢回到15% 再把热量慢慢拉回来 就可以了 请对 mindset 排阅 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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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天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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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春生阿如 給你 滿滿的私信 夜晚的私信 黑五星 天啊